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终美国售有的房产经济冰冰 我是最终美国房产的学务师 没错 好久没给大家拍视频了 是的 之前都是录播 因为我告诉欧洲回来 大家叫我去欧洲一下去了半个月 三周 三周 对 然后欧洲的视频非常有意思 是的 期待一下 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先去了巴黎LV第一次飞动的修 所有的明星都到了JZ 瑞阿娜 还有比亚塞 然后还有很多中国的明星 还有我喜欢的艺术家村上龙 你都拍照了 对 然后我们又去了法拉利的新车发布 我们又去了法拉利博物馆 Lamborghini博物馆 这些都有视频 这个很有意思 还有意大利的小镇 我们还去了威尼斯 去完威尼斯之后 我们又去了法国的尼斯 从法国尼斯我们又去了世界上最好玩的岛屿 西班牙的伊比萨 好玩吗 它是不夜城 比泰国还要好玩 是吗 所有的欧洲人都会去那 全球百达DJ都会去那 我们也拍给大家 最后我们还去了西班牙的马德里 最后回到纽约 再回到这边 就等于玩了一大圈 我们所有的视频都会呈现给大家 刚回来就投入紧张的工作 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拍一个不一样的房子 对 我们知道有很多客户来了 耳湾之后就觉得大家 耳湾的房子大部分都长得一样一样 其实耳湾是有很多有设计师做的房子 但是这些社区比如说Shady Canyon 对吧 这样的社区进去之后 可能起跳价格会比较高 的确都是设计师做的 山地也比较大 在耳湾比较受欢迎的这边 就是耳湾北部 其实也有这样有味道的房子 今天给大家来拍一个 它刚刚上市 然后这种有味道房子就像我去欧洲一样 它很多像我后面这种西班牙的建筑 你知道吗 这回我去西班牙 我对西班牙的感官非常大 整奶气跟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先去看房子 今天我们来到的其实是Portola Spring 这边10年的一个房子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Portola Spring 也有很多房子在卖 但是它的外观和里面都像是皮量生产的 今天我们带大家看这个房子 是一个3550尺 占地是6000尺的一个房子 里面其实有6间房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4房5位的房子 这个房子有很有自己的特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它的外面看 门口有两棵Oliver Tree 就是橄榄树 在国内南方有一些城市 家里富不富看你家茶花种的有多少 对吧 在美国的话豪宅标配 一般都是橄榄树 没错 美国的豪宅标配 包括很好的小区 包括Newport那边的小区 全部都是橄榄树 对 这个房子呢 它有自己的正式入门区域 这是一个门廊 进来之后呢 是进到它的前庭院 不是进到家里面 这样很有味道的房子 在尔湾其实也是有的 这个房子要价值有240万 如果你要去Shady Count那样的社区的话 这种房子可能就贵很多了 没错 那等于你从前院过来 到这边的房子就单独的 这边是客房一套 哦 这边就是一个套间 对 那还可以独立出入 没错 通过它前庭进到这个房子之后呢 首先它有一个正式的入户区 一个玄关 玄关的右侧呢 是一个挂衣帽的衣帽间 和客人用的卫生间 再往里走呢 左手边 首先经过的是正式的会客厅 这个会客厅在房子的前端 跟后面家庭房用的区 又分割得很清楚 对吧 所以说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 自己人在里面 客人在外面也是分割得很好的 没错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 会客厅这边还有侧院 对 它窗户也很多 采光也很好 窗外还能看到景色 没错 再往里走呢 这是正餐区域 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 可以用这块区域来吃饭 没错 这个正餐区域也很明亮 也是你喜欢的类型 没错 没错 然后呢 它的整个过道区域呢 是带挑高的 这边是上二楼的楼梯 我们下期见 我觉得这个房子呢 进门之后非常通透 但是呢 又每个空间 又每个空间的隐私 又保护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房子 是很有优点的 进来之后呢 来到他正式的家庭房 就是刚才我说 客人在外面 自己家人在里面 这个区域呢 是晚上看电视啊 家人聊天的一个区域 非常的实用 对着是他的正式的后院 对 你知道刚刚我在想什么吗 如果这堵墙能打掉的话 变成一个柱子 那不就是开放式空间了吗 对 其实他进门 有足够的开放式空间了 我倒希望留着这堵墙 留着这堵墙 其实这块也可以 真的是家庭房啊 或者摆这改成一个 大的聚餐的地方 对 也很好 因为这个房子 它有三千五百尺嘛 所以说我们现在 所在的区域 厨房 早餐区和他的这个 自己的家庭房的话 也是一个开放式空间的设计 对 三千五百尺 我们介绍多少钱了吗 两百四十万 刚才说过 对对对 然后呢 这边是他的厨房区域 厨房区域呢 很多客户 这个房子完全规避掉了 我们中国客户不喜欢的 两大缺点 第一是什么呢 新房的灶台对着水台 这是一个很多客户不喜欢的地方 第二呢 是水台对着窗户 这是很多人客户要求 但找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房子呢 它的厨房设计 真的是蛮完美的 对 而且这私密线也足够好 对 对吧 然后再往里走呢 这边是他的 Building的冰箱 微波炉烤箱 这边呢 有他的pantry 这个pantry还是很深的 你可以给大家取个景 再往里面走 这个当时呢 是留作了一个prep kitchen的区域 有一个台 再往里呢 还有一间房 这间房呢 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 我个人觉得 可能只能用做office 因为呢 它一端连的是厨房 另一端连的是车库 我说实话 我觉得这间房 它不算面 它不算 它不算卧房 对对对 我就有点鸡肋 我自己觉得 当初屋街用比较好 对吧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啊 不会做office 因为你想想 office 妈天天进车 走来走去 肯定不能做office嘛 我会把它做成一个小健身房 摆个跑步机 可以的 对吧 或者呢 就是当什么储物街呀 或者我们的视频朋友们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留言区 告诉我们这个区域 你想来做什么 房子的站地是6000尺 所以它的院子呢 还是蛮宽敞的 现在我们在它的后院 功能性也非常的完善 这边呢 是一个barbecue 台子已经做好的 这边看 这边做了一个爬藤植物 用来爬藤的这个patio 如果你想把它遮光性加强的话 可以在这边打一个柱子 对吧 把它做全了就行了 而且这样我越来越喜欢这种分体式的 因为白蚁不会往里跑 没错 而且呢 这个有两种优点 第一呢 是白蚁的问题 第二呢 就是如果打在墙上的话 这个脑化之后呢 房体可能会渗水 就是漏水 对我家就是下雨的话 就要堵 对对对 还得堵胶 对 所以这样分开的的确是有优点的 然后再往它的侧院走呢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传统式的一个壁炉 夏天的晚上或者冬天晚上 在烤烤火大聊聊天也是非常的舒服 没错 其实这个院子生计非常多 对对对 如果招这个院子做的话 我觉得没有十几万是下不来的 没错没错 包括它还有很多名贵的数目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它的侧院 正式的一个侧院区域 前面是我们刚刚入户的区域 所以这个房子呢 虽然说它的院子不是特别的 全部在后院那么方正 但是呢 设计的还是蛮有设计感的 没错 用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没错 那下面我觉得大家看看 就是它最有特点的 它一进门 有一个独立出入的房间 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独立出入的小套间 这个套间呢 大小不是特别的宽敞 但是呢 非常的实用干净 它的卫生间也是非常的弄得非常清新干净 这个房间呢 一般来说就是客人来了单独出入 或者父母在这住单独出入 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家里需要保姆 住家保姆的话 这一间住在这里面的话 完全跟主人的这个房子呢 也是完全分割开的 一楼看完了 我们现在上二楼 看它的二楼区域 二楼呢 上来之后呢 是往下看 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调空区域 所以这里的视野还是蛮好的 上来之后呢 左手边 后 这个房子的后半边是它的主卧 前半边是它的客卧和公用区域 我们先带大家看 它的主卧区域 去主卧呢 会通过一个过道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是在主卧和客卧的中间 然后这个大过道呢 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收藏爱好者呢 这边挂画 摆装饰品都是很好的地方 我再说一个啊 就这个东西 前两天我家要着火了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东西摆在下面很好 摆在上面 我真的 它冒烟响的时候 我很难够 对 我觉得摆在侧面 是我觉得比较好的 但是冒烟嘛 烟往上走 可能你到下面的时候 它可能反应会慢一些 是的 是的 那现在呢 我们来到它的主卧里面 这个主卧呢 可以看得出来 它空间呢 非常的宽敞 毕竟一个3350尺的房子 它主卧肯定不会小气 那除了放King Size的床之外呢 这边还有工具 是可以放沙发的 那边还也可以放沙发组合 没错 然后里面就是它的主卧的卫生间 对 它干湿分离 对 这边呢 是它的淋浴区域 还有自己的窗户 非常的实用 这边呢 是它的马桶区域 然后这是它的座椅区域 也是有窗户的 而且私密性很好 没错 因为它这个第一呢 我们地势比后面高 第二呢 植被已经长得很好了 对 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这个房子的男主女主的空间非常的多 这里是水台 男主女主分开 然后它的卦衣区域做的也非常的实用 而且有很多的升级 我们现在进来的部分呢 这个应该是个女主的卦衣区域 这边打了很多柜子 还有镜子 梳妆台 还有自己的窗户 所以说 衣服放在这里面的话 完全不会担心透气呀 什么的不好的 这个房子我们拍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性价比太高了 对 然后升级又非常多 对 说看完了 我们回到二楼上楼的区域 然后往右手边一拐呢 这是三个区间 区域呢 都是客用 就是次卧用的区域 对 首先呢 这个呢 目前我看哈 这个房间不能算一间卧房 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卫生间 也没有自己的这个 挂 衣橱 对 那这个房间呢 我们暂定它为一个办公室 或者孩子活动的区域 对 然后往外走 这个区域呢 是可以改成loft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看的话 这堵墙是可以拆掉之后 打成loft的 没错 所以这个区域呢 可以当做二楼 这像我们六号卖过的那个房子 没错 它不算卧室 但是它可以当卧室用 可以当游戏使用 没错 你也可以打通当loft 是的 然后我们带给大家看一看它的客卧 它的客卧呢 非常的好 两个原因 第一呢 它二楼两个客卧都是套间 都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第二呢 它两个客卧的朝向都朝南向 采光也非常的好 没错 这个房子呢 非常的干净 然后非常的明亮 看外面还有一个小阳台 对 里面是它的自己的卫生间 对 另外一个房子也是这么大 一样一模一样的 对 所以每一个Vlogger 就是拍这种东西的时候 都有自己的喜好 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 所以推荐给大家 对对对 好了 那小康在关灯 我们要出去了 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情况 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在 首先它在Potola Supreme 没错 然后是10年的房子 对 它是10年的房子 这个房子呢 室内面积是3350尺 占地6050尺 非常的大 而且屋主保养的非常好 而且移进门是那种挑高的设计 没错 而且呢 它的风格像你说的 它很Customize 它不是就像耳帮公司 生产的 对对对对 而且呢 它有自己独立出入的一楼 这个房子优点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 那如果非得进在你挑骨头呢 我就觉得说 那后院可能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不碍事 是的 因为这种房子 我们疫情的时候 我们看过一个编户的 编户的也很好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房子 就赶快联系我们 而且它的第一税物业费都不是很高 要赶紧下手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房子呢 虽然是四房 五位 它所有的房间有自己的套 就是自己卫生间 全部是套间 然后呢 除了这些四个房间之外 还有两个房间 你可以用自己来规划 怎么来用 就是这两个房间 不算在这四个房间里面的 没错 所以它一共是六个房 价格特别的美丽 是的 这240万 对 在200万出头的空间里面 我们个人觉得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倩益最高的 对一个房子 对对对 如果大家喜欢赶快联系我们就看到刚才的三天 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